小溜球聞香香腸 之所以會這麼腸 是如同吊腺腸而不斷 還是象徵著子孫 顏綿不斷 請搶啊 趙正平 聞香香腸啊 象徵子孫綿顏不斷吧 不可能有香腸 做得跟吊腺一樣腸的嘛 對吧 對啊 沒聽過 小溜球我還沒吃過這 如同吊腸 他是說像吊腺 他搞不好是說maybe 他這樣一直捲啊 捲啊一個大臉盆 捲滿 你看這樣從鳥看 上面往下看 看就很像一個蚊香一樣 我不知道是在哪 看過這個畫面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記得了 不知道是不是小溜球 象徵子孫綿顏不斷 請介紹 果然是 吊腺 果然是 好 小溜球的香腸啊 基本上呢 就是他們在過三集的時候啊 會祭拜的一種生禮 可能呢 一般來講啊 我們可能會拜這個 牛羊豬肌啊 但是呢 為了避免啊 太麻煩 然後又怕這個肉類呢 如果用不完的話會浪費 所以呢 香腸它的存放時間 是比較長的 也變成是小溜球 拜拜的一種特殊的貢品 那有趣的是呢 因為小溜球呢 他們很常呢 都會釣魚 而且呢 甚至啊 會遠到這個中美洲的 加勒比海域來釣魚 所以呢 他們就會希望呢 也有這個 傳統上面來講 感覺起來更吉利 所以就會故意把香腸做得很長 而且要非常堅韌不斷 就像是在釣魚的時候呢 跟這個釣線一樣 非常有韌性 好 可惜了 來 再出現你 全球第一本米其林指南記錄 指的是 汽車零件百科 還是汽車旅行資訊 請請 來 小慧 妳知道嗎 我可以猜猜看 第一本米其林指南 我覺得是汽車旅遊資訊 請揭曉 米其林指南呢 是在這個一九零零年喔 這個巴黎萬國博覽會期間 出現的一本產物 在最初呢 當然米其林是在製作輪胎的 當然去了很多的人 然後他們在修車之餘 也會想要了解一些 旅遊的資訊啊 比如說 那我開車的話 我要去哪裡找加油站 或者是呢 在這個我開車的旅途當中 哪裡有旅館 或一些好吃 好喝 好玩的 所以他們乾脆就把它做成了 一本米其林指南 一剛開始呢 是免費贈送的 可是他後來發現喔 很多人呢 會看 但是呢 只要是免費 就不珍惜 甚至有一些地方呢 會把它拿來墊桌角 所以呢 後來呢 他們就想說 既然這樣 我就要用買的 所以呢 大家才會更珍視 米其林指南 以及裡頭的推薦 來 小胃 好 準備開箱 那就六樓之五好了 我選張當的隔壁 應該就不是這樣 很煎炸 是規律 煎炸 規律 難說 開箱 應該是有錢吧 九千 來啊 漂亮 謝謝 我們節目開始一段時間了 現在全部人只有一個九千 只有兩千 浮誇 請出賽理 花雕雞的花雕一詞 源於刀上的花紋 還是酒壇上的雕刻 請搶答 三 二 一 刀上的花紋吧 你又怎麼不猜酒壇上呢 它不是花雕酒做的雞嗎 對... 也沒事啊 答錯了 反正我還有機會答得對就好了 但是我不算浪費我們的題目 那怎麼辦呢 那是卡接重錄一個 然後那花紋請就這樣 花雕酒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都喝過中國的紹興 那紹興酒它產自於浙江 那這個它更優良的紹興酒 並且存放在有雕花的翁裡頭 經過了成年的 就叫做花雕酒 那因為呢 它的這個品質比較優良嘛 所以它的翁上面呢 通常都會有一些花草鳥獸啊 象徵吉祥的這些雕刻 所以這個東西就稱之為花雕 可惜了喔 等一下 我先請問一下 你們有規定來的來賓 每一題都要答對嗎 沒有 對嘛 但是不建議經常答錯 沒有經常答錯 我偶爾來啊 偶爾來 而來賓